现今之父男子频繁乘坐机场大巴 人包分离 关键影像发现诡异行为 盗取他人证件 伺机车上作案 冒用他人身份 妄图侥幸过关 虚假乘客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本车由兰州中春国际机场开网 兰州火车站 福津 天水路北口 梁志嘉年华 盘旋路 天水路北口 梁志嘉年华 带了前往烟滩方向 万达广场和其他需要下车的乘客 请携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有序下车 你是因何事报的案呢 我这个包里面的一万六千元现金被盗 当时这个受害人报称 他这个坐飞机到达兰州中春机场 然后就乘车回家之后 发现包内的一万六千元现金丢失了 现金是放在了什么地方呀 有什么特征 我的现金在我的一个手提包里面 这个一万是整的 提前的时候扎的那个 扎带 对我的这个手提包的这个位层里面 然后剩下的零钱 就是大约六千元 是对我的一个黑色的小钱包里面 好 这些现金 他是提供给我们一个证据 去银行取钱的平条 就是银行给他的存根 是一万六千元整 他刚取完钱就坐的飞机 所以他很确定自己的包里 有一万六千元现金 我这个钱我是要给公司的员工发工资的 所以当时发现这个钱 他当时下飞机之后 他还看了自己的包 然后当时这个一万六千元现金 还在包里边 所以应该就是在飞机上丢失的可能性 是没有的 他坐大巴买票的时候 他还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现金 我不是从那个兰州迁水路下车 然后我就搭了个出租车回家 到家里面以后 我又打开包取钱 我发现我的这个钱不见了 乘出租车的时候 他的这个包一直是在他的身边 也没有离开过 所以在出租车上丢失的可能性 应该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据此推断 这个在大巴车上 这个现金丢失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你好 我们是那个机场公安局的 那个我们这有个案子大巴上的 想调一下你当时收票的监控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那我说不来了 你看 这个都是包一个人 就我正拍这买票的 当时这个机场的航班量不是很大 从那个购买大巴的车票的地方 一直到这个大巴上 监控我们都掉取了 我们排除了有人尾随的可能 综合这几个方面 我们能推断出来 就是不安人的钱 是有很大的可能是在大巴车上丢掉的 下午5点多的时候 你在这个兰州中山国际机场乘坐大巴 这个你当时是坐在什么位置啊 我当时是坐在那个大巴车的 下车门的机牌靠过道的这个位置 靠过道 其实就是靠副驾驶这一侧的后门的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那你上车之后 你将你的黑色手提包放在了什么地方 我把我的这个包就放到了 这个上面的这个行李架上 因为当时这个大巴车呢 人都是买的 从兰州中山机场到达市区 大概有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在车上的时候 他还打了个盹休息了一会儿 据他描述 当时在车上 他自身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异样 是 我们在调取监控 是就看到受害人上了大巴车之后 他将自己的胯包放在了头顶的行李架上 然后随后就自己玩了玩手机 最后面呢 最后面 我们就盯着这个手提包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较为可疑的一个人员 这个人最深背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 他把这个黑色的双肩包放在了我们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行李架 行李的旁边 按照一般常理来讲 旅客上了大巴之后 就算是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放在行李架上 一般也会放在自己的头顶 就是基本没有人 就是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别处 然后自己又坐在另一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行为是比较可疑的 他人在后头坐 他这个身上头靠前 现在起来了 这个人起来了 你看见没有 对对对 起来翻别人东西 在大巴车开车之后 二十分钟左右起身 在邵某梁上方行李架处 取下了一个手提包 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进行了一些翻动 翻包之后 继续把这个包拉链拉好 放回原处 从监控里面能看出来 当时嫌疑人在拿受害人包的时候 受害人是处于休息的状态 他并没有发觉自己的包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所以这个嫌疑人最大 在整个车辆行驶过程中只有他起来了 是吧 当时所有人戴的是口罩 所以说是分辨不出来 他具体是谁 面貌是怎么样的 我们只能在视频里面 看见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戴的压舌帽 戴的口罩 外套是深色的外套 当时这个监控画面 能看到的信息只有这些 我们就打算先追溯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 这个嫌疑人在购买车票的时候 他也是戴着压舌帽 戴着口罩 不同的是深色外套上 有一个潜测的毛链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找错人了 但是经过分析比对后 我们确定就是这个人 他购买大巴车票的时候 用的是现金 现在老百姓出门干嘛 带现金的情况相当来是比较少 大部分支付都是用 网上手机支付 所以他用现金支付的这一点 就比较的奇怪 在我们拦路中山机场 买大巴车票的时候 必须要用身份证去购买 这样他的信息就会被登记下来 我们通过购票信息 调取了当天乘坐这辆大巴的 所有的旅客的 当时购买车票的情况 然后就发现 其中有一个男子 确实就是用现金购买的车票 并且他购票的时间和监控里 这个嫌疑人员购票的时间 是一致的 2021年12月20号 这里 看就这两趟是吧 大车点是3点01 是从兰州上来 然后4点46从这边 买车下去了 也就是说他到了之后 他就马上购票就下了 到了就下了 等会我拍张照片 光拍的这个身份证换 当时锁定了一个江苏籍男子 王某进 我们进行了身份证比对 发现王某进为五十几岁 买票的这个嫌疑人 他的身份也就是38、9岁 中年男子 他的身高、体貌 我们进行了一些比对 发现该男子 与真实身份证上的王某进 有极大的体貌差异 当时我们就是对这个王某进 进行了一个侦查 并且通过视频的方式 与他进行了核实 你好 这稍微有点反光 我们想问一下 2021年的时候 然后你是到过甘肃省兰州市 对吧 你是几月几号过来的 几月几号从青岛到兰州的 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 飞机 到了之后呢 到了之后 然后就是买那个机场沙巴那个票 就是乘坐机场大巴 从那个兰州中山国际机场 到达的兰州市区对吧 你来兰州干什么 出差 你在兰州待了几天 11号离开的嘛 11号离开的 7月11号 据王某进的陈说 他在办完事之后 然后乘坐火车离开的兰州 在这儿他在兰州这个待的这儿短暂停留的这两天 他的身份证丢失了 7月11号 然后你从兰州然后又去哪了 从兰州坐火车 取得包头 取得包头 因为每个身份证买 临时办身份证一个地方 办了个临时乘车的这个证明嘛 在当时这个受害人 丢失现金的这几天 这个王某进的活动轨迹 就不在 不在我省 一直是在江苏安徽 的一些省事活动 当时我们也排除了王某进 在大坝车上实施盗窃的可能 后续来我们就对 该身份证 在近期乘坐大坝的信息 再次进行了调取 那你知道 你把他这个整个12月 各票记录了 调取看一个 12月1号 12月1号到 到现在的 对 这么多 哦 这么多 看一下时间节点 11号 14号 12号 10号 9号 他这每间隔三四天 就有一个来回呢 是吧 对 是你买 嗯 发现该身份证的 使用情况特别频繁 在半个月之内 使用过 二十多次 作为一个正常的旅客来说 这么频繁的购买 大坝车票 显然是不正常的 当时我们就想到 有可能 嫌疑人员是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购买的大坝车票 当时我们就 按照我们传统的 追踪模式 进行了视频侦查 根据时间点 最后锁定到 他在兰州市 良知嘉年华 第一站处下车 当时受害人和这个嫌疑人 都是从这一站下 我们当时就想调取一下 社会面的监控 看一下他的落脚点 到底在哪里 大概有五分钟的路程 大概从四十开始就可以 从那边良知嘛 往这边走过来了 快点一下 那个是不是 这个 出现的这个人 他往这个应该是往万达里方向走 你把这个时间点和路口积过 看一下下一个路口 看看他到底走到哪了 这个监控是能看到他最后消失的一个点 对吧 那有可能是往这边走 从这后面也可以绕过去 要么就是从躲着监控 从这个位置继续往下走 再有可能从这过去 直接到万达那边那条街 看他可三个方向都可以走 现在 也不知道他是乘坐的公交车 还是步行 还是乘坐的出租汽车 确实比较难分辨 当时就跟丢了 当时我们的心情还是比较沮丧的 因为将嫌疑人跟丢了嘛 但是我们就在想 既然这个嫌疑人 然后用王某进的身份信息 乘坐大巴 从中川机场 到达了兰州市区 然后我们在想 他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又从兰州市到达了中川机场 当时通过这个王某进的身份证 购买大巴票这个数据 我们进行了一种反查 然后就发现 王某进的是个身份信息 在当日早上10点钟左右的时候 有过一个购买大巴车票的记录 是在兰州盘旋路站 到这个兰州中川机场 这拿的应该是身份证和现金 没套手机 对 有个身份证 还有这个现金 它有刷身份证的动作 对吧 然后你看 这里面也放的是现金 对吧 它这个没有用 经过调取监控视频 我们发现了这个戴鸭绳帽 戴蓝色口罩 穿这个深色小白 毛帆领的这个人 早上确实是出现在盘旋路 这个大巴售票点 然后购买了车票 那我们把这个时间点 给我们记一下 然后我们顺着时间点往后退 再去调一下 从外围看一下 我们就根据它的体貌特征 然后进行一个 倒查的一个追踪 这个看 这个地铁口旁边 叫东岗西路 大巴售票点 它过来就收了 一个监控一个监控 它是从哪个十字路口 哪个方向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卡那几个点位的 监控视频 把这个监控再往后退 看这拐角是个位置 这里是天水南路吧 现在可以确定 它是走着过去的吧 对吧 出来 出来 好 再往下就活践了 对吧 在倒查监控摸盘 它前往大巴售票点路线时 发现它出现的地方的监控 串联在一起 都没有重做交通工具的痕迹 而且从它落脚点到 大巴售票点的步行时间 在15分钟之内 所以判断它是步行前往 大概是侦查了 三四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就发现了 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就是最先出现的一个点位 就是在板州火车站附近 是从一个小巷子里面走出来的 因为再没有监控 拍到这个犯罪嫌疑人 他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 去这个最后一个点位 去实地侦查 火车站呢 它周边的情况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就酒店呀 小宾馆呀 吃饭的呀 什么都比较多吧 可以用这个鱼龙混杂 这样的词 形容这个周边的一个环境 它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就是这个监控台上的 对 我们过去看一下 它到底是从小地方出来的 走吧 这个小巷子里面的这个建筑 都是楼不太高吧 都是八层左右的这种老式的居民住宅楼 这个楼倒很复杂 上了楼之后还有平台 平台里面还有好几个楼洞 每一个楼洞里面 可能都有十到十六户的居民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楼里面 还有两家宾馆 你好 这样关于民警 我们这样子有个暗色 我们过来就是问一下 那个你的登记本我看一下 老板你好 嗯 我们是那机场关的这个民警 这家住客人大概都能认甩面熟吧 我这都是回头客多 回头客多啊 好 你们这个门口监控我看一下 然后 确实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 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戴着与他在大巴车上盗窃时一样的黑色牙绳帽 戴着口罩 背着双肩包 衣服穿的也是神色 戴白色毛领的衣服 其貌特征与大巴车上盗窃的那个人一模一样 现在就是刷这个身份证和人脸都在坐着是吧 都人脸识别的一起的 就识别之后他才能入座 对吧 根据酒店老板的登记记录 我们获知到当时刷了身份证 我们随即用这个身份证调取了他的照片 让老板进行了辨认 老板证实照片上的人就是住在他店里的人 我们就发现他是河南罗山籍男子 湖某州 湖某州今年有46岁 没有这个违法犯罪的前科 当时我们去侦查的时候 这个男子并不在房间内 我们就打算在这个酒店周围进行一个蹲守 然后司机对他进行抓捕 我们当时在他的这个入住的房间对面 也开了一间房间 在对面进行一个观察 在酒店周边 能看见犯罪嫌疑人进酒店的这个 视野比较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进行一个蹲守 然后我们酒店内酒店外可以相互配合 然后我们就在了这个小旅馆周边 蹲守了将近约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就是出现了 然后在他这个开酒店房门的一瞬间 然后我们这个内外呼应吧 就这样犯罪嫌疑人控制住 然后我们就对他整个房间里面进行了一个搜查 在房间里面我们搜出来了 四张身份证 包括胡某周本人的一张身份证以外 还有另外三张其他人身份证 其中一张就是他这个乘坐 去坐机场大巴 然后到兰州中山机场大巴上实施盗窃的 王母进的身份证 王母进的身份证是他在兰州火车站附近捡到的 其余的两张身份证是在福建的大巴车上偷来的 他用不同的身份证在坐大巴车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我们搜查 你是怎么选择盗窃目标的 他的一个人体看待吧 看得像有才的样子 注意到他 胡某周在沈胸中称 在上大巴之前他会在机场或者咱们的市区车站附近 他会选择一些穿名牌衣服 手提名牌包包的乘客进行下手 你具体是怎么盗窃的在这个案子上 我是到了车上坐在后边 一会儿他就上车了 他的包放在这后架上 我就从后面给他看到有困意的样子 我就从后面给他拿下来 拿到什么地方了 拿到我的座位上 我把他的钱给扎下 然后呢 然后把这包给放上 那你背着挑着背着包着干嘛用呢 背着包像是打工的嘛 像走了有一个 我等你买一个 不能光着人嘛 背着包做个掩护 是吧 大概在2021年的10月份左右 他就来到兰州 来到兰州以后呢 他就利用他盗窃来的身份证 他是第一次开始去尝试 在这个机场大巴那购票 看能不能乘车 那没想到第一次成功了 因为咱们的中川机场 离市区比较远 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路程 在此过程当中 乘客一般都是在休息 或者睡觉的状态 所以说是 在湖沐州选择机场大巴实行盗窃 他是利用这个乘客放松警惕 睡觉休息的时间段进行盗窃的 当时大巴车上那么多人 你不害怕被其他人发现吗 我害怕啊 我找的脚印机品 你当时还是害怕的 而且他盗窃的物品呢 也就是没有一个定向性 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啊 他认为有价值可以变卖 可以就是获利的东西啊 他都去拿 包括有这个外币啊 人民币啊 或者一些就是金银首饰啊 或者一些就是价值比较高的 像什么香烟啊 这些东西啊 他都会作为这个盗窃目标来做的 你盗窃来的现金是怎么处置的 在楼下房间老板那儿建的围鱼 他跟家里把人酿过 然后再给孩子准备点休息 他说是他以前就是开过养鸡场 也干过餐馆 都干过 但是就是因为精英不善吧 欠了一大部分债 然后马上又快过年了 家里又没啥钱 孩子又要学费 所以他这一次也就是停要走险 抱着脚心的行李过来 说是偷点东西 他说大帮盗窃的一些东西 价值比较小 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啊 或者三四百五六百块钱 也一千多块钱这样的东西 可能有些施主啊 就认为是不是自己一漏到哪里了 或者是丢到哪里没找到 没就是没有意识到可能自己被偷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很少有这个施主来报案 旅客乘坐飞机时间较长都比较疲乏 做到机场大班上以后呢 都是打个盹 休憩一下 但在无形当中 给这个犯罪费呢提供了可乘制机 所以我们旅客乘坐机场大班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自己的身边 放在市县可控的范围之内 群众一旦发现财务被盗 不管案子大小 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并且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如果不报警 会使违法犯罪分子更加猖獗 以至于此类案件履禁不止 这个案子呢 案子不是很大 但是关乎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我们的办案原则就是快针快破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 用我们快速的破案手段 来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胡某州涉嫌盗窃罪一案中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胡某州 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购买车票后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盗窃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现金16000元 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其涉嫌盗窃罪 其次公安机关在胡某州身上 查获他人身份证件 是胡某州在案发前 平凡往来于中川机场和兰州 所使用的身份证件 根据刑法第280条之一的规定 其涉嫌盗用他人身份证件罪 所以我们向兰州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对胡某州以盗窃罪和盗用身份证件罪 恕罪并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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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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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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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球发行者